金庸武侠小说 以天屠龙记 第四十回 不识蟑螂是蟑螂 颇奖宗扬 赐神张武记一早起身 月上高树遥望 见山下敌军骑惊招战 人马奔腾 鹰中号角声此起彼落 见是调兵遣将十分忙碌 张武记道 领妹 赵敏应道 嗯 怎么了 张武记唯一迟疑道 哦 没什么 我随口叫你一声 他本想与赵敏伤病打退援兵之法 以他知足智多谋并有妙策 但转临一想 他是朝廷郡主 背叛父兄而跟随于我 再要他定计去杀自己蒙古族人 为免强人所难 事宜画到口边 又忍住了不说 赵敏 剑貌变色 以知其意 他的口气 说道 武记哥哥 你能体谅我的苦衷 我也不用多说了 张武记回路始终 彷徨无策 随手取出赵敏 昨晚取来的那两束纸箭 看了几页九阴真经 又在翻阅五目遗书 披揽了几张 无意中看到 兵困牛头山这五个小字 心中一动 仔细看下去 却是岳飞 叙述当年如何为金兵大军包围 如何从剑道脱困 如何突出骑兵 如何内摆夹弓而大获全胜 种种方略 继续降民 张武记拍案大叫 天助我也 演出兵书 静静思索 这少氏山上的情势 对于岳飞当年被困牛头山时的情景大不相同 然用其一意 为使不能出其至圣 他越想越是轻浮 按想 岳武目 果是天纵其才 如此显桌 常人哪里想得到 又想用斌之道 便如武功一般 若是为一个高人指点 刀下巧桌 相许 实不可 以道理计 他一手指沾了茶水 在桌上绘画图形 虽决形简 却未使不能侥幸得逞 今想 以寡几重 终不能以堂堂正正之法取胜 当下心意已决 来到大雄宝殿 请空文帮上召集群雄 片刻间 各路英雄 齐到殿中 张武记居中一站 说道 此刻 达子兵马 聚集山下 料想不久便会大举攻山 虽然 咱们昨日小胜 错了达子的锐气 但达子若是不顾性命的蜂拥而上 终数难以抵达 在下不才 蒙众美英雄推举 赞充主帅 今日敌凯同仇 请各位暂听在下号令 请准其道 但有所令 自当临尊 不敢有为 张武记道 好 吴奇史听令 最今起掌旗史 吴静草擦上一步 躬身道 属下听令 心想 教主发令 第一个便差遣到我 实施我莫大的荣敬 无论命我所作之事 如何的奸威 不须舍命以赴 张武记说道 命你率领本籍兄弟 执掌军阀 哪一位英雄好汉 不遵号令 锐今起 长毛短腹 骑往他的身上招呼 纵然是本教提诉 武林长辈 巨无例外 吴静草大声道 得令 出出了怀中一面 小脚白起 捧在了手中 吴静草本人的武功声望 在江湖上 未真一流之近 旁人对他 缘故如何重视 但是那日广场上 武经其大显神威 秦雄 今是他手中 这面白起所到之处 跟着而来的 便是五百只羽剑 五百根镖枪 五百柄短腹 任你本领通天 煞事之间 也就成为一团肉架 事宜见他白起感动 心中都是一灵 原来张武记 翻阅五目一出 见第一章点说 至今之道 严令为先 他知这些江湖好事 向来人人致富 各行其事 各别武功虽强 聚在一起 却是乌合之众 作非申令不乐 令人人尊崇指挥 绝不能与蒙古精兵相抗 因此第一件事 便令瑞金旗 兼令执法 张武记指着 见钱的一堵造臂 说道 中位英雄 凡是天功高强 能一跃而上 此阻照臂的 请一见身手 秦琼中正是有不少人 脸线不满之色 心道 这是什么档口 却在我们来干这 无关紧要的 纵高篡地 有些前辈高手 更对他小觑了人 大事不悦 张宗基排众而出 说道 我能跃上 跃上照臂 轻轻从另一面搬下 武当派 踢云纵轻功 名闻天下 以张宗基的能耐 要越过这堵造臂 可说不费吹灰之力 但他毫不卖弄 只老老实实地 尊令越过 接着 于连州 因离亭 杨肖 范瑶 尾一笑 因野王等高手 一一尊行 这件 群雄如穿花蝴蝶 击二连三的 越过强续 有的炫耀轻功 更在半空中 演出珠般花式 越到四百余人 余下 便再无人事 这堵造臂 着之不低 若为轻功了得 却也不亦一遇而上 秦续武功修为不同 往往善于前脚兵刃的 轻功 便胜平常 江湖上的成名人物 无故有自知之名 绝不肯当众自暴其短 张宗基建设四百余人之中 少林派僧众 占了八九十人 惊想 少林是武林中的第一大门派 果然名不虚传 但以轻功一将而论 好手便远叫别派为多 于是传令道 于二伯 张自伯 殷柳书 请你们三位 带同擅长轻功的众位英雄 徐张声势 假装四中人众 尽数逃走 引着敌军来追 一到后山 便即如此如此 武当派 欲与张阴三峡 齐声接令 张无忌一一分派 何者埋伏 何者断后 何者攻坚 何者撤击 具各详细安排 杨潮等借他设计巧妙 而步阵迎敌 又如此井井有条 若有预谋 无不惊讶 却不知 他乃是 其用岳武木的仪法 只是 因地形有意 部署不同 而略加更改而已 张无忌分派一臂 最后说道 空文方丈 空至神僧两位 请带同俄美派诸位 救护死伤 周指若 既不在山上 俄美派无人为首 张无忌自觉 与俄美派贤气甚深 不便指挥 因此 请空文空至 这两位德高望重的神僧率领 要想俄美群弟子不致抗命 他号定一下 俄美派的男女弟子 果然默然皆令 并无一言 张无忌朗声说道 今日公元之事 齐心合力 供于达子周旋 少林派 执掌中古的诸位师傅 便请雷骨民中 秦雄轰然关乎 抽刀拔剑 意气昂扬 烈火旗将寺中 基础的柴草都拌了出来 堆在寺前 发火燃烧 片刻间 烟烟冲天而起 后主席在各处佛殿顶上 铺一泥沙 烟火旗 带在泥沙上堆柴胶油 点燃火头 如此纵火 不致 炎烧电深 从山下远远的旺江上来 却见数百千寺院到处有熊熊大火冒上 山下援军先听到中古响动 以字戒备 带见山上国企 都道 不好 蛮着矿火烧死 定要逃走 渔远州率领一百五十余营 轻功卓绝的好汉 从邵氏山的左侧奔了下去 奔不到山腰 援军以大声鼓噪 列队追来 青雄四散乱走 好叫援军 与剑无法从击射发 第二批 由张松熙率领 第三批 由阴仪廷率领 每人背上各付一个大包袱 包中藏着的不是木板 便是衣被 在阎军看来 果是气似逃命的狼狈形状 与剑射中包袱 却伤不到人 阎军于烟雾之中 看不清人数多寡 当下分兵一万追赶 余下一个万人队 留在原地房殿 张无体向杨潇道 杨潇时 达子将军颇能用兵 并无全军追逐 这倒麻烦了 杨潇道 是 此事确实可有啊 只听着山下号角响起 援军两个千人队 奔从左右攻上山来 山坡崎岖 蒙古小马却奔驰如飞 长矛铁甲 君荣甚盛 带援军先锋攻到半山顶边 张如继一挥手 烈火骑人众 从两侧抢开 伏在草中 带敌军两千人马 又前进百余杖 欣然一声呼哨 喷筒中石油射出 烈火呼发 都往马匹身上烧去 群马悲思惊叫 一大半滚下山去 邓时大乱 援军军纪严明 前队非败 后队毫不违动 号令之下 三个千人队 弃去马匹 不攻上前 烈火骑再喷火焰 又烧死烧上了数百人 与人扔至奋勇而上 洪水骑上即使 唐阳挥动黑骑 毒水喷出 跟着后土骑制出毒杀 将援军打得七零八落 所有数百人攻上山峰 竟被锐金巨木二骑殲灭 往今的山下 雷鼓升旗 五个千人队人中 竖起巨大盾牌 列成横队 容易到铁墙攀的 缓缓吹前 这么一来 烈火 毒水 毒沙等 均已无所施其计 即令巨木骑 以巨木上前撞击 看来也只能撞开几个缺口 无济于事 空文方丈 眼见世纪 说道 张教主 请各位迅速退去 保存我中原武林的元气 今日虽待 日后更可卷出重来 正黄几间 湖近的山下筋骨大沉 一枚火箭冲向而起 跟着杀身自己 杨骄大喜 说道 教主 咱们的援兵来了 从山顶往下望去 瞧不见山下的情景 但烟尘腾空 人缺马斯 援军显示来得盛重 张无忌高声教导 援军一到 大伙冲啊 山上青雄个体兵阵 冲杀下去 张无忌又叫 各位英雄 先杀官 后杀兵 青雄纷纷呐喊 先杀官 后杀兵 蒙古军 每十名士兵 为一十人队 由十长率领 其上为百人队 千人队 万人队 层层同属 迎战时如心使臂 如臂使手 如手使指 张无忌传令 专见援军官长杀戮 若是两军对垒 列阵攻战 此法难行 但此刻 援军在山坡上散战 援兵飞兵 官长武功终之部 及中原英侠 几名千夫长 百夫长邓氏被杀 一支蒙古精兵 乱成了一团 张无忌等冲到山腰 只见山下 惊奇招战 南首提上一个徐字 北首提上一个长字 直到是徐达于长御春到了 徐朝二人 本在怀寺 此时差在豫南 得到布达和尚 说不得的传训 或计 教主 被围绍之山 尽其部署 新业来源 其实 豫南 厄北一带 明教义军 与援军混战今年 双方 所占地域 犬牙交错 说来变来 甚至禁变 不到两日 便已改道 徐达于长御春 所率教终 都是九经战阵之事 简直人数众多 逼迫援军击退 另一路援军万人队 追赶假装气似逃走的群豪 只追向西方山谷 于连州 张松熙 因离情 率成数百名 轻功卓越的好汉 边斗边退 退入古宗 援军万部长 见山谷三边 均是峭壁 地势凶险 但眼见敌人 为数不足 谷中 纵有埋伏 也尽能对付得了 于是 徽军紧追入谷 于连州等 奔到悬崖之下 崖上 将要数十条场所垂下 个人攀援而上 但万部长 眼见重计 急令退军 不要谷口 烈火 毒杀 羽见 毒垂 纷纷射来 巨木齐 将一段段巨步 堆起 封住了谷口 便在此时 援军第二路 败兵又到 见前无去路 便漫山遍野的四散登陶 张无忌和徐达 先后赶到 惊叫 可惜 若是事先 联络妥善 将援军第二个万人队 一起去入谷中 便可一鼓而间 张无忌 既没绕到援军只分兵一半追赶 又不知援军会来得如此神父 毕竟指挥战阵 悲其所长 无目遗书上 所传战法虽佳 但急学急用 终究难以尽会 若不是徐达长宇春及时赶到 少林死固然结束难逃 而困入谷中的第一个援军万人队 也终会给有心救出 当下 徐达号令部队搬土应时 再在谷口夹崩 一队队弓箭手攀到崖顶 居高凌驾的向谷中发射 人君身处绝地 无力还手 唯有着寻山石隐身躲藏 不久 长宇春率队赶到 与张无忌会见 旧别重逢 君是不声之喜 长宇春大笑 搬开吐石 咱们冲进去 将重达子杀个干净 徐达笑道 谷中无水无米 不出七八日 达子渴得渴死 饿得饿死 和老你我兄弟动手啊 长宇春教导 总是亲手杀得干脆 他年纪虽照徐达为长 但平时诉乎徐达志谋 又见张无忌附和徐达志愿 当下也不再说了 徐达二人久经战阵 每一号典 均妥善作效 张无忌自知远违不及 提醒徐达二人指挥 搜杀溃散的援军 这一晚 邵氏山下欢声雷动 明教义军和各路英雄 庆功铸杰 青雄连日在少林寺中 吃的都是素斋 口中早已淡得难过 这时大酒大肉 开怀饱淡 其间张无忌问起 长宇春身子如何 是否遵照他所开药方调理 长宇春哈哈大笑 说道 教主 你不必担心 老常起见如牛 一餐要吃三斤肉 六大晚饭 打起仗来 三日三夜不睡觉 也不当他一回事 言下之意 自是说不必服什么药的 张无忌响起 狐心牛西日的言语 尊尊劝他 须当服药保重 长宇春唯唯答应 心下却大不以为然 须打满阵的一杯酒 捧给了张无忌 说道 功课教主 请尽赐飞 张无忌接过瘾了 徐达说道 暑假平日钦佩 张教主肝膽造人 武功绝伦 不料用兵 竟如此神妙 实是本教之福 苍生之幸啊 张无忌哈哈大笑 说道 徐大哥 你不用恭为我了 今日大圣 一来是 徐常二位大哥来的神父 按来 是靠了 越武目的遗教 小弟 谁无半分功劳 徐达提到 怎么会是 越武目的遗教 还盼教授民事 张无忌从怀中 取出一束薄薄的黄纸 正是原来藏于屠龙刀中的 武目遗书 搬到兵困牛头山的一节 逼了过去 徐达双手接过 细细地读了一遍 不禁又惊又配 叹道 武目用力如神 是非后人之所提啊 若是 越武目今日尚在世间 率领中原豪杰 何愁不把杂子逐回末北 书者恭恭敬敬地将遗书交回 张无忌却不接过 说道 武灵至尊 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这十六个字的真意 我今日方知啊 所谓武灵至尊 不在宝刀本身 而在刀中所藏的遗书 以此兵法灵敌 定能战武必胜 功必科 最终自是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了 否则 单凭一柄宝刀 又岂真能号令天下 徐大哥 这部兵书转赠于你 望你 刻臣越武目的遗志 还我河山 直倒黄龙 徐达大吃一惊 忙道 属下何德何能 怎敢述教授如此厚次 帐木记道 徐大哥不必吹词 我为天下苍生 而受此兵书于你 徐达捧着兵书 双手颤抖 张无记道 武陵传言之中 尚有两句言道 以先不出 水与针锋 一天剑 眼下断为两节 但日后终能接上 剑中所藏 那是一部 厉害知己的武功秘笈 我体会这几句话的真意 兵书是 驱赶杂子之用 但若有人 一旦手掌乍全 竟然作威作福 以报意报 世间百姓受其荼毒 那么 终有一位英雄 守之以天长剑 来取暴君守级 统领百万雄精之人 纵然全亲天下 也未必能 当以天剑之乙击 徐大哥 这番话 请你记一下了 徐达汉刘贾尾 不敢再死 说道 书下 谨遵教徒令旨 将武目移出 攻在桌上 对着 攻攻进进的 扣了四个头 又外却张无忌 赠书之德 此后 徐达果然用兵如神 连拜援军 最后 统兵北伐 只将蒙古人 赶至塞外 威震漠北 建立一代功力 自此 中原英雄 亲心归附名教 张无忌号定到处 无不领尊 明教数百年来 一直为人所不齿 被目为 邪谋银邪 经之一番天翻地覆的大便 竟称为中原群雄之首 刻成大汉子孙 忠心的大业 其后 朱元璋 虽起一心 蝶师 兼谋而增地位 但驻他打下江山的 都是明教中人 是以国号不得不 称一个名字 明朝 自洪武元年 戊身 至崇祯十七年 甲身 两百七十七年的天下 竟从明教而来 群雄欢迎杂弹 尽罪方休 报得午后 群雄纷纷向空文空置告辞 张无忌见峨眉派弟子 七零八罗 心下策然 遇见宋经书 躺在三架之上 不知生死如何 便走进前去 向静汇说道 我瞧瞧 我瞧瞧宋大哥的伤势 竟会冷冷的道 猫哭耗子 也不用假自飞了 周天便在左近 忍不住骂道 我教主 顾念你掌门人的旧日勤奔 才给信宋的智商 其实这等欺师叛妇之徒 人人均得而杀之 你这恶尼古啰嗦什么 静汇再要反唇将其 但见周间容貌丑陋 神色凶恶 只怕他瞒不讲理 当身动起手来 不免要吃眼前亏 只得常忍怒气 冷笑道 我峨眉派掌门人 世代相传 都是兵清御劫的女子 周掌门 若非守身如玉的黄化闺女 也能做本派的掌门 宋清书这种奸人留在本派 可污了周掌门的名口 李师侄 龙师侄 将这家伙 送回给武当派去吧 抬着宋清书的两名峨眉律子 齐声发应 将三家 抬到了鱼连舟的身前 放下劲走 众人都吃了一惊 鱼连舟道 是 什么 他不是你掌门人的丈夫吗 静会恨恨的道 哼 我掌门人 怎能将这种人瞧在眼里 他气不过 张无忌这小子变心逃婚 在天下英雄之前 羞辱本派 才骗着这小子来冒充什么丈夫 哪知 哼 早知如此 我掌门人 又何必赴此丑名 眼下他 他 张无忌在一旁听着呆了 忍不住上嫌问道 你说宋夫人 他 他其实不是宋夫人 静会转过来头 恨恨的道 我不跟你说话 便在此时 躺在担架上的宋亲书身子动了一动 呻吟道 杀了 杀了张无忌吗 静会冷笑道 别做梦了 死到临头 他吓得挺美 一名情见静会气鼓鼓的 说话始终不得明白 低声向峨眉派另一名女弟子贝锦仪问道 贝侍卫 到底是怎么回事 贝锦仪当年仪记晓夫甚至交好 听他问起陈吟半长 说道 静会狮子 金六侠也不是外人 小梅跟他说了 好不好 静会道 什么外人不外人的 不是外人要说 是外人更加要说 咱们周掌门清清白白 跟这信送的奸徒 没半次瓜葛 你们亲眼得见 掌门人壁上的手工杀 此事 许得让普天下武林同道 众所周知 免得换了 我峨眉派百年来的规矩 伊丽庭心想 这静会事态 脑就不太清楚 说话有点颠三倒四 向贝锦仪道 贝师妹 即使如此 变叛强势 我这宋师侄如何投身贵派 与贵派掌门人到底有何干净 小兄日后得去向家师禀告 此事官设贵国两派 更早 不要伤得和气为好啊 贝锦仪叹了口气 道 唉 你这位宋少侠人品武功 本来是武林中少见的人物 只是一面情势 堕入了业障 我掌门人似乎搭远了过他 带着杀了张无忌 喜雪 弃婚之主 便即下嫁于他 因此他甘心投入本派 向我掌门人讨笑奇妙武功 前日英雄大会之上 掌门人突然声称自己是宋夫人 说是宋少侠的妻子 当时本派弟子人人十分惊异 当日掌门人威震群雄 涉服各派 周滇插口道 是我们教主故意相当的 有什么打气好吹呀 被锦仪不去理他 去道 本教弟子追逐十分高兴 但到了晚间 众人还是问他宋夫人这三字的由来 掌门人露出索臂 声然道 大伙儿都来瞧瞧 咱们人人亲眼见到 他臂上一粒手工纱 英雄如鸡 果然是位支离守身的处子 掌门人说道 我自称宋夫人 乃一时权宜之计 只要气气张无忌那小子 叫他心神不定 比武时便能趁机圣他 这小子武功卓越 我确实提不上他 为了本派的声明 我自己的声明何足道歹 他这番话朗然说来 有意要让旁边许多人都听着明白 又道 本派男女弟子若非出家修道 原本不经取驾 只是自创派祖师郭祖师以来 拜师最高深的武功 只传授守身如意的处女 每个女弟子拜师之时 师父均在咱们地上点上手工纱 每年逢到郭祖师诞辰 坚持均要俭施 当年祭师子 就是这样 他说到这里 含糊其词不再说了 印尼平等却均已了然 直到贝锦仪 本想说当年祭小夫 为杨娇左右失身 手工纱消失 这才给灭绝事态发觉 印尼平与杨部毁婚后 夫妻情爱甚毒 可是此时想起祭小夫来 心下不经误然 忍不住向杨娇瞥了一眼 只见他热泪盈眶 转过了头去 背景一道 印六甲 我掌门人存心要替一替 明晓张教主 偏朝这位宋少侠 又对我掌门人 痴缠不休 一致中间 生出许多事来 只盼宋少侠身子不原 印六甲 再向张真人 和宋大侠美颜几句 以免 贵我两派之间 生下田稽呀 印尼平点头道 自当如此 我这师职 五逆半上 死不足继 实是 这一派能顾之羞 我倒盼他 早些死得干净 他心肠粉软 但想到宋青叔害死陌生骨的罪行 实是痛恨无比 正说话间 呼听的远处 传来一声尖锐的呼喊 似是周芷若的声音 呼声 突兀 害致 显示遇上了十分凶险无比的变故 众人突然之间 都不如得毛骨悚然 此刻在光天化日之下 前后左右都站满着人 然而这一声惊呼 却如陡然有恶嘴出现一般 众人不约而同地 转头让声音来出调戏 张无忌 敬贵 贝锦尼等都快步迎上 张无忌生怕周芷若遇上了厉害敌人 发足疾奔 几个起落已穿过树林 只见一个新颖狂奔而来 正是周芷若 他忙吟张上去 问道 芷若 怎么了 周芷若脸色恐怖之急 叫道 鬼 鬼 有鬼追我 纵身扑露了张无忌的怀疯 物质瑟瑟巴抖 张无忌见他吓得失魂落魄 当下轻开他的臂法 安贵道 别怕 别怕 不会有鬼的 你瞧见了什么 只见他上一 一辈荆棘扯的鸡蛋 脸上手上都有不少血痕 左臂半只依旧也已扯落 露出一条血偶般的白臂 上帝正中一点 如珊瑚如红玉 正是处女的手工纱 张无忌清通医药 直到处女臂上 点了这手工纱后 若非嫁人或是师生 终身不退 他先前听了静慧和贝锦仪的言语 上次将信将疑 此刻亲眼得见 更无半分怀疑 煞事之间 心中转过了无数的念头 这送亲书为事云云 果然全无其事 他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存心弃我 难道当真是为了 那当事武功第一的名号 还是想试试 我心中对他是否尚有情意 转念又想 张无忌啊张无忌 周姑娘是害死你表妹的大仇人 她是处女也好 是人家的妻子也好 跟你又有什么相干 但见周指若实在怕得厉害 不忍便推开她 周指若不在张无忌的怀中 感到她胸膀上壮实的肌肉 闻到她身上男性的气息 渐渐镇定 说道 无忌哥哥 是你吗 张无忌道 是我 你见到了什么 干什么怕成这样 周指若突然又惊慌起来 哇的一声热泪泵流 靠在她的肩上 抽抽叶叶地哭得不停 这时 杨潇 伟一笑 敬慧 阴仪庭等众人均已赶到 突然看到这种情景 相互使着眼色 都悄悄地退了回去 在明教武当派 峨眉群霞心中 惊叹周指若于张无忌言归于好 结为夫妇 个人 与赵敏的昔日怨仇固难适然 又总结赵敏是蒙古贵女 张无忌若娶她为妻 只怕有爱心腹大意 周指若哭了一阵 呼道 无忌哥哥 有人追来吗 张无忌道 没有 是谁追你 是玄美二老吗 周指若道 不 不是 你瞧清楚了 真的没人 不 不是人 没什么东西追来吗 张无忌微笑道 青天白日之下 有什么看不清楚的 他身转温柔 说道 只若 你连日使力过度了 实在是累狠了 想必头昏眼花 看错了什么吧 周指若道 不会 绝其不会的 我见了他三次 接连三次 话声颤抖 物有余计 张无忌道 见到三次 什么 周指若 扶着他的肩头 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回头望了一眼 望着一眼 似是使了极大的力气 立即又转眼向着张无忌 见到他温柔关怀的神色 心中一酸 全身乏力 软倒在地 说道 无忌 无忌哥哥 我 我都是骗你的 笔天剑和屠龙刀 是我道的 你 你姑娘是我杀的 杀的 是大侠 是我下手点的倔道 我 我没这样奉行书 我心中实在 实在自食至终 都只有你一个人 张无忌看到 这些事情 我都知道了 可是 可是你又何苦如此 周志若哭道 你却不知道 我师父在万安寺的高塔之上 跟我说了些什么 他像屠龙刀 与以天见中的秘密 说于我之脚 要我立誓道道 宝刀宝剑 光大峨眉一派 让我立下毒誓 假意与你相好 却不许我对你动真情 张无忌轻拂他的手臂 想起当年 青年见到 灭泽师采 八掌击毙季晓夫 见他在大漠中 历史歼灭名教 又见他 手持以天剑 乱杀瑞金奇 提价的教众 直至后来 大都万安寺塔下 他宁可生死 也不愿受自己援手 可以想见 他对名教怨毒之身 痛恨之切 周指若 继承他衣帛 受他疑命 种种阴狠毒辣的心境 自必 真是出于师父所主 他深情 原是极易 原谅唐人的过失 向来不善记仇 就想到 他又是汗水周中 未干福祉之德 那日光明顶上 恶斗何太宗夫妇 和华山派高矮二老 若不是他从旁指点 说不定 自己当时便已死于非命 又想起 他的所作所为 虽然阴毒狡猾 但实是出于对自己的深情 这时 他楚楚娇弱 浮在自己怀中 不仅顿生怜惜之心 柳声道 只若 你到底见到了什么 进这段海吧 周指若 获得月计 说道 我不说 是但冤魂缠上了我 我自己作恶作端 原是当有此报 我今日 一切跟你说明白了 我 我已命不久长 说着 远面极早 向山下奔去 张无忌忙无头绪 心想 什么 冤魂缠上了他 难道是丐帮帮众复仇 装神弄鬼的来吓他吗 慢慢在后跟去 只见他走入 峨眉派群弟子之中 被锦仪取过一件外衣 给他披上 周指若低声吩咐什么 群弟子一体功身 这时山下群雄 又走掉了一大批 空文空志二人 忙着送爹 杨潇 范瑶等人 都聚到张无忌的身旁 张无忌道 咱们 也好走了 只见周指若 走到空文跟前 低声跟他说了几句话 空文脸色大变 争了一争 随即摇头 一死不信 周指若 再说了几句话 呼得跪了下来 双手合十 难难 捣住什么 空文神色庄严 口诵佛号 周天道 小卓 此事你非得阻止不可 不阻止不行啊 张无忌导 阻止什么 周天道 周姑娘要出家做和尚 他 他深入空门 你可遭了 杨潇冷笑道 周姑娘就算出家 也只做尼姑 不会做和尚 哪有拜少林僧为师之礼啊 周天用力在自己额头上激了一下 说道 哦啊 对对对 我意识糊涂了 那么周姑娘求空文大事干什么 一个少林派掌门 一个峨眉派掌门 登庭抗礼 不用跪下呀 只见周子若站起身来 脸上 略有宽慰之色 张无忌叹道 别人的闲事 咱们不用多管了 回头说道 敏妹 咱们 该着走了 哪是这一回头 却不见赵敏 这些日来 赵敏伴在她的身旁 形影不离 张无忌微微一惊 问道 赵姑娘呢 心中暗叫 不妙 莫要只若扶在我的怀中之时 给敏妹看到了 直到我旧情不断 进而舍我而去 帮打发人群蜜 烈火旗掌旗使心来做到 提醒教主 属下见赵姑娘下山去了 张无忌好生难过 敏妹不顾一切的随我 经历了多少患难 我岂可负她 当即向杨肖道 杨忠 此间事务 请你带我料理 我先走一步 于是向空文空置告别 又别过榆莲珠 张松熙 殷离亭等人 向周志若道 志若 好生保重 后会有期 周志若 低目垂眉 并不回答 只微微点了点头 树滴泪珠 落入尘土 张无忌展开轻弓 向山下提驰 山道上 一列树里 都是从少林寺归去的各路英雄 他不愿逐一招呼 从个人身旁 一晃即过 却始终不见赵敏的踪迹 一口气追出三十余里 天色将晚 道上人际见机 哭响 明媚公于计谋 他既有心避开我 多半不从大路行走 否则以我矫程之快 早就赶上了 莫非他躲在少石山峰 带我走过 他再背道而行 一时心急如焚 顾不得饥渴 在秦山丛中又兜着转来 时时 越上树间高坡 四下跳往 空山寂寂 危险归丫 他直到到少石山后 仍不见赵明 心想 不论如何 我对你此心不渝 纵然是天涯海角 终究也要找到你 这么一想 心下便及坦然 见东北角山奥里 两株大槐树 并肩耸立 当下跃上树去 找到一根横身的枝杆 斩身握倒 劳累整日 多金变故 这一躺下 不久便沉沉睡去 睡到中夜 梦寐间呼听了数十丈 那又轻轻的脚步之声 当即惊觉 其实 一轮明月 一邪指西天 月光下 见山坡上一人 飘行极快 正向蓝行 那人背影千细 一诺受邀 是个身材苗条的女子 他大喜之下 一声敏媚 显尖地叫出口门 但立即觉察不对 那女子身形 比赵敏略高 轻功手法 更大不相同 脚步轻临胜于赵敏 飘忽处 却又不及周执弱 她好奇兴起 这少女身骄独行 不知为何事 本来此事与她毫不相干 更不愿去窥探 人家姑娘的姿势 但不轻想到 说不定能从这少女的身上 找到敏媚 倘若她与敏媚全然无关 我悄悄走开便是了 原有无碍 还是别轻易放过任何线索为事 于是扶着树干轻轻地溜下 她生怕被那少女发觉 不敢见面 心想身骄跟踪一个不相识的女子 难免有轻薄之嫌 只见她穿一身黑衣 正是往少林刺去 心道 她即使跟敏媚无关 所图谋的也必是五灵中之事 若她抑郁不利于少林 这件嫌事 我也得插手管站一管 停步倾听 四下更无旁人 直到少女并无厚远 行得约摸一顿半时分 那少女始终没回头一次 但温戏觉得她背影隐隐 有些眼熟 似乎从前曾经见过 心想 是五青鹰姑娘吗 是峨眉派哪一个女绿子吗 右行树里 少林寺已然在望 那少女转过山坡 便到了四旁 她放慢脚步 在树木山石间躲躲闪闪 显示生怕给人发现踪迹 呼听着清净树生 从少林寺大典中传出 跟着奔唱生起 数百名僧人一起诵经 张无忌大提 少林僧人居然半夜三更还在念经 其实这许多僧人 难道做什么大法师呢 那少女行指更加闪烁 又前行数十丈 移到了大典之旁 呼听着脚步声轻响 那少女在草丛中扶下 跟着四邻少林僧 手提借刀缠障 行事过来 那少女带四分走近 这才长生 纵身一跃 已到了殿外长窗之旁 这一纵跃 飘如飞絮 已是五营中 一流的轻功 张无忌见他双手 眉大金正 孤身一人 不像是到少林寺来 生事的模样 要瞧明他究是何人 到底是否相识 于是弯腰 从他身后绕过 斜行到大殿西北角上 他自知此时处境 十分尴尬 若为少林寺中 僧人之爵 以他身份 竟然深夜来似窥探 这方纵然阳坐不知 也是大罪绵绵 是以加倍的小心 一步一动 清洁又如猫鼠 这时殿中宋经生又起 他凑眼窗帮看去 见大殿上 数百银僧人 排列整齐 一旁行的 坐在了葡团之上 个人身披长袍 外照大红金简扎衫 有的手持法器 有的合十低纵 正在做超度盲魂的法事 他瞪即醒悟 这次英雄大会上了不少人 援军攻山 双方阵亡更重 四中三女连练为死者超度 愿他们往生极乐 见空门大师 站在宫桌前亲自主祭 他右手 站的却是个少女 张无忌一见 微微一惊 这少女正是周止弱 虽只见到他侧面 一看出他神色正重不定 旧眉身复 若有身忧 见到 是的 日间纸若在空门大师面前跪倒 原来是求他做法事 想必是他深深忏悔自己所作所为 他找下剑里 伤得无辜太多了 宁目向宫桌上瞧去 只见中间一块灵牌上 写的赫兰是女侠阴离之灵魏妻子 张无忌一阵神伤 想起表妹绅士之惨 对自己之一往情深 不由得真正的吊下泪来 忠信目于众 周止弱 盈盈下拜 口唇微动 低声助导 张无忌运起神功 宁神倾听 依稀听道 英姑娘 你在身之灵 好顺安息 别来饶我 他手扶墙壁 思潮起伏 表妹命葬于他见底 固然命苦 但只若那些深受折磨 所受痛苦 未必比表妹更少 脑海中 突然隐隐涌起了 当日在光明顶上 听到名叫教中 所送的几句歌来 生亦何患 死亦何苦 连我世人 忧患十多 连我世人 忧患十多 周止弱 缓缓站起身来 微侧身 脸像东手 突然脸色大变 叫道 你 你 你 又来了 声音尖锐 压住了满殿的中庆之声 张无忌顺着他目光调去 只见长窗上弧的窗子 不知何时破了 破孔中露出一张少女的脸来 满脸都是一条条伤痕 张无忌吓得深的发抖 忍不住一声惊呼 那少女脸上 则是伤痕斑斑 但幼无昔日的凹脱腐肿 却清清楚楚的便是已死的阴离 他但要上前招呼 只是一双脚一时不停使唤 竟然僵住了不能移动 只见那张脸突然隐气 大眼中碰的一声 周止弱往后摔倒了 张无忌这时再也顾不得少林派身前 大声叫道 猪儿 猪儿 是你吗 却无人回答 他威定神 悲声往来路追去 只见冷月斜旋 满地树影 那黑少女也不知去向 他虽素来不信鬼神 但身当此情此景 经不住出了一身冷汗 心中发毛 站定了脚步 自言自语 是他 是他 怪不得被言好数 原来是猪儿 难道他 鬼魂知道少林高宗为他超度 特然引进吗 难道他死的冤屈 真的是 阴魂不散吗 少林寻僧听着声响 早有数人抢张出来查看 见到是张无忌 都不禁呆了 一名年长僧人 上前行礼 说道 不知张教主深夜降临 未曾远迎 扶起恕罪 张无忌拱手道 不敢 闪身便进殿中 只见周指若 双目紧闭 脸上无半点血色 物资未醒 他抢上前去 在他人中用力捏了几下 再在他背上推拿树过 周指若悠悠行转 一见张无忌 重体入怀 搂住了他 笑道 妖鬼 妖鬼 张无忌道 此事好生奇怪 你别害怕 眼前这许多高僧带死 定能截此冤孽 周指若向来端端稳重 这是时事怕得很了 才在众目睽睽之下抱住了他 听他这么说 脸上一红 忙放开了他 站了起来 但物质不住地发抖 抓着他的手掌 死也不敢放脱 张无忌和空文 见过了李 说起事才有人在外窥探之事 空文和群僧都没见到 但窗指心里也破孔俱在 周指若道 无忌哥 张教主 我见到的 确然是他 张无忌点了点头 周指若颤声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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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的是谁 张无忌道 水阴姑娘 我的表辈阴霓 周指若 滴滴一声惊呼 又晕了过去 这一次 张无忌拉着他的手 视野他没有摔倒 略以昏晕 便 急行转了 张无忌道 我见到的表妹 可是 他是人 不是鬼 周指若颤声道 他不是鬼 张无忌道 我一路跟着他 到少林寺来 他行走如常 绝非鬼魂 这句话 只是安慰周指若 在他内心 可实难以确定 周指若问道 你当真见他 行走如常 却非鬼魂 张无忌回想 一路跟随那黑衣少女 来到少林寺 又见他躲在长窗之外 向殿中窥探 一挤一动 全是一个身怀武功的姑娘 毫无特异之态 向空闻道 方丈 在下有一事不明 要向方丈请教 人死之后 是否真有鬼魂 空闻沉思伴上 说道 幽民之事 实所难言啊 张无忌道 然则方丈 何以全程行法 超度亡魂 空闻道 善在善在 幽魂不许超度 人死业在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佛家刑法 乃在求生人心之所安 超度的乃是活人 张无忌 邓时领悟 拱手道 多谢指点 在下深夜滋扰 至为不安 万望方丈 恕罪 空闻微笑道 教主 乃必以叫了大恩人 述入拯救 使少林派 得免于难 何必客气 当下 张无忌 与秦雄 作别 向周指若 道 咱们走吧 周指若 连有迟疑之色 不敢离开 博店 张无忌 也不便强劝 拱手道 即使如此 咱们就此别过 说着 走出店门 周指若 望着他的背影 突然想到 无忌哥哥 你还见我不见 我 我和你一起去吧 纵身奔到他的身旁 和他并肩走出了四门 二人离少林寺寄远 周指若 便靠到张无忌的身边 拉住了他的手 张无忌 指他害怕 握着他 软滑柔腻的手掌 身外忧相振振 心中不能无感 二人 默不作声地走了一阵 周指若 悠悠地叹了一口尝气 说道 无忌哥哥 那日 我和你初次在汗水之中相逢 得蒙张真人搭救 若是早日日后 要受这么多苦楚 我当时便死在汗水之中 倒得干净得多了 张无忌不答 心中又响起了 林教主所唱的那首歌 忍不住轻轻地哼道 身亦和欢 子亦和苦 怜我世人 忧患十多 周指若听着歌词 握着他的手 微微颤动 周指若低声道 当真人送我去阿梅派 自是为了我好 但如他老人家 收留我在武当山上 让我归入武当门下 今日一切又是大不相同 唉 恩师对我何尝不好 可是 可是他逼我 把那些毒誓 要我痛恨民教 要我恨你 恨你 可是我心中 实在 张武器听他说的真诚 颇为感动 只他却有许多难处 种种狠毒之事 大多是奉着灭绝师 他的一命而为 焉见他怕得厉害 对他怜激之情 又深了一层 山道上 凉风兮兮 送来镇镇花香 其实正当初下 凉夜露青 而听着 一个美貌少女 吐露深情 张武器不能不 怦然心动 何况当时在小岛 替他逼毒时 曾有肌肤之心 过去 他既予己有恩 又有婚姻之月 不由得心中迷茫 周指若道 无忌哥哥 那日在豪州 你正要跟我拜堂成亲 为什么赵姑娘一叫你 你便随他而去 你心中 真的十分爱他吗 张武器道 我正要将这件事 跟你说之 咱们坐下说吧 说着 指了指路旁一块大石 周指若道 不 我此刻心烦意乱 听不下去 走一会儿 静静心再说吧 张武器点点头 任由他斜着手 信不所知 周指若带着他 走上一条小路 行得四五里路 说发 好了 你跟我说吧 走到一层灌木前的 一块山之边 两人并肩坐下 张武器于是将照明手中 握着谢迅一束金棒 引着他飞走不可的诸般事情 一一说了 周指若听笔 半赏不语 张武器道 指若 你怪我吗 周指若 哽咽道 我做了这许多错事 只怪我自己 还能怪你吗 张武器轻抚他的肩头 柔声道 事件是阴差阳错 原难腻掉 你也不用太过伤心了 周指若抬起头来 说道 武器哥哥 我有句话问你 你需得真心打我 不能有丝毫的隐瞒 张武器道 好 我不会瞒你 周指若道 我知道 这世上 曾有四个女子真心爱你 一个是去了波斯的小赵 一个是赵姑娘 另一个是 是她 她心中要说 英姑娘 但始终不敢说出口来 顿了一顿 道 倘若我们四个姑娘 这会儿 都好好的活在世上 都在你身边 你心中真正爱的是哪一个 张武器心中一阵的迷乱 道 这个 嗯 这个 当日张武器与周指若 赵敏 殷尼 小赵四人 同时沉船出海之时 却是不止一次的讲解 这四位小姑娘 各个对我情深爱重 我如何自处才好 无论我和哪一个成亲 定会大伤其余三人之心 到底在我内心身处 我最爱的是哪一个呢 他始终彷徨难决 便只得逃避 一时想 达子上位逐出 河山位的光复 匈奴未灭 何以加位 尽向这些儿女私行做什么 一时又想 我身为名教教主 一言一动 与本教其武林兴衰都有关联 我自信 一生品习无愧 但若单于女色 目标就在天下英雄耻笑 坏了本教的名声 过一时又想 我妈妈临终之时 一再嘱咐于我 美丽的女子最会骗人 要我这一生 千万小心提防 妈妈的一言 岂不可不放在心头啊 其实她多方辩解 不过是自欺而已 当身专心致志地 爱了哪一个姑娘 未必便有爱光复大业 更未必会坏了名教的名声 只是她觉得这个啃好 那个也好 于是便不敢多想了 她武功虽强 性格其实颇为优柔寡断 万事之来 往往顺其自然 当不得已处 也不愿服逆旁人之意 宁可舍己同仁 其全坤大挪移心法 是从小招之请 任名教教主 即是破于行事 亦是因天正 因野王等动之以情 与周指若订婚 是奉谢信之命 不与周指若半场 又是被照明所迫 当日金花婆婆于阴里 若非以武力相携 而是婉言求她 同去金花岛 她多半便就去了 有时她内心身处 不免也想 要是我和这四位姑娘 终身相伴 一起厮守 大家和和目目 岂不逍遥快乐 其实乃是袁末 不论文人商骨 江湖豪客 三妻四妾 只是行常之习 单只一妻的 反倒含有 只是名教 袁子波斯 将来诸教众 节俭客谱 除妻子外 少有事件 张无忌 深性谦和 深觉 不论和哪一位姑娘匹配 在自己 都是莫大的福泽 倘若再起机械 未免也太对不起人了 因此这样的念头 在心中一闪即逝 从来不敢多想 偶尔念及 往往便及自责 为人虚当自主 我尽心存此念 那不是太过卑鄙可耻了吗 后来小赵去了波斯 因离世事 又认定 因离是赵明所害 那么顺理成章 自是要与周子若成婚 不料变身无测 大喜波折 其后真相逐步揭露 赵周二人 原来善恶监造 尽好自己 并未与周子若成婚 筑成大错 赵明更公然与父兄决裂 则此事已不为难了 万不料 赵明突然不告而别 而周子若又有此疑问 周子若见他沉吟不杂 说道 我问你的 乃是虚幻之事 小赵当了波自民教的 处女教主 我又 又杀害了英姑娘 四个女子之中 只剩下了赵姑娘 我只是问你 倘若我们自人 都好端端的在你身边 你愿如何 张无记道 纸若 这件事我在心中已想了很久 我似乎一时难觉 但到今天 我才知道真正爱的是谁 周子若问道 是谁 是 是赵姑娘吗 张无记道 不错 我今日 寻他不见 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 要是从此不能见他 我性命也是活不长久的 小赵 离我而去 我自是十分伤心 我表妹事事 我更是难过 你 你后来这样 我既痛心 又深感惋惜 然而直落 我不能瞒你 要是我这一生 再见不到赵姑娘 我是宁可死了的好 这样的心意 我以前对旁人 从未有过的 他初时 对殷离 周子若 小赵 赵敏四女 此时不分玄智 但今日赵敏这一走 他才突然发觉 原来赵敏在他心中所占的位置 毕竟与其余三名不同 周子若听他这段说 轻声道 那日在大都 我见你到小酒店去和他相会 便知你内心情爱之所系 只是我还痴心妄想 若是与你 与你成亲以后 便 便可以拉着你回心转意 实在 实在 那是万万不能的 张无忌 欠然道 只若 我对你一向敬荣 对殷家表妹心生感激 对小赵 是一层怜惜 但对赵姑娘却是 却是刻骨铭心的相爱 周子若 南南南道 刻骨铭心的相爱 刻骨铭心的相爱 顿了一顿 低声道 无忌哥哥 我对你可也是刻骨铭心的相爱 你 你竟然不知道吗 张无忌大肆感动 握着她手 柔声道 纸若 我是知道的 你对我这番心意 今生今世 我不知道如何报答你才好 我 我真的对你不起啊 周纸若道 你没对我不起 你一直待我很好 难道我不知道吗 我问你 躺着赵姑娘此番不必而行 你永远找不到她的 倘若她给奸人害死了 倘若她对你变心 你 你并如何 张姆记心中已难过了很久 听她这么说 再也忍耐不住 流下泪来 哽怨道 我 我不知道 总而言之 上天下地 我也非寻着她不可 周纸若叹了口屁 道 她不会对你变心的 你要行着她 那也很容易的 张无忌又惊又喜 站了起来 道 她在哪里 紫若 你快说 周纸若一顿妙目凝视着张无忌 见她脸上大肆若狂的神情 轻轻地倒 你对于我永远不会这么关心 你要知道赵姑娘的所在 需给答应我一件事 否则 你永远找到不到的 张无忌道 你要我答应什么事 周纸若道 这件事 我现下还没想起 日后 想到了再跟你说吧 总之 这事不为狭义之道 不爱光复大业 也于名叫 及你自己的名声无损 只是做起来未必容易 张无忌一呆 心想 当日你妹要我做三件事 也说什么不为狭义之道 细今为止 她只要我做过两件事 那两件事可真不一般 怎么止若 也学着她的样子来 周纸若道 你不答应 自然也由着你 不过 大丈夫言而有信 要是答应了我 事到临头 可不能推为底赖的 张无忌沉吟道 你说此事不为狭义之道 不爱光复大业 也于名叫 对我自己的名声无损 周纸若道 不错 张无忌道 好 当真不为狭义之道 无碍于光复大业 我便答应了你 周纸若道 咱们及掌为事 伸出手掌 要与她呼吸 张无忌情之 跟她及掌历史之后 便是在自己身上 套了一道沉重之急的枷锁 这个周姑娘 外表温柔斯文 但心急之功 行事之辣 丝毫不在照顶之下 一时提起了手掌 派不下去了 周纸若微笑道 你只需当劝我这件事 我叫你轻刻之间 便见到你的心上人 张无忌胸口一热 再也不许其他 便和她激掌三下 周纸若笑道 你瞧这里是谁 伸手拨开了身后的树从 只见一从树叶之后 坐着一个少女 脸上似笑悲笑 却不是赵敏是谁 张无忌惊喜焦急 大叫一声 明媚 忽听了身后树档之外 一个女子声音 嘘的一声 似乎突然见到赵敏现身 忍不住惊呼了出来 这一声惊呼声 声音甚轻 但张无忌已听得清清楚楚 她一呆之下 心中转过了无数的念头 缓缓伸出手掌 取她赵敏的手 双掌将接 只觉她手掌颇为僵直 瞪时醒悟 直到她日间不必而行 到处找她不到 原来却是被周纸若擒住了 扁了她的穴道 藏在这里 周纸若故意带她 到这里来说这一番话 只是句句叫赵敏听见 躺着自己不忍 令周纸若伤心 随口讨好 对她说些情浓言语 甚至搂住她轻的一番 可又堕入了她的气中 那时赵敏可当真非走不可了 言念其此 不如的暗叫 惭愧 背上出了一声冷汗 顺手一搭赵敏的外搏 觉察气血运行如常 并未受伤 月光之下 只见她眉心眼角 笑意盈盈 说不尽的娇媚可爱 像是她是才与周纸若这番对答 都叫她一一的听在了耳中 她虽然身不能动 口不能言 但听到她背后吐露心取 对自己竟是如此刻骨铭心的相爱 情意恳切 自是禁不住 心花怒放 周纸若弯下腰来 在张无忌耳边低声地说了几句话 张无忌低声回答一句 周纸若怒合 张无忌 你竟全然没将我放在眼里 你仔细瞧瞧 赵姑娘中毒之后 还活得成吗 张无忌惊道 她 她中毒了 是你下的毒吗 俯身查看 刚搬开赵敏左边的眼睛 只觉背心一麻 一被剪中的穴道 张无忌哀忧一声 身子摇晃 周纸若出手如风 先指印尽 又点了她 左肩腰肋 后心一处共五处大穴 张无忌扬天遍倒 只见青光一闪 周纸若拔出长线 抵住了她的胸口 喝道 一不做 二不休 今日便取了你的性命 反正阴尼的冤魂缠上了我 我终究是活不成了 咱们一同同归于尽吧 说着提起双戒 便往她的胸口刺了下去 呼亲的身后 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 且慢 周纸若 因你并没死 周纸若回过头来 只见一个黑衣女子 从草丛中急奔而出 伸直拖来 周纸若斜身闪开 那女子回过头来 月光测照 只见她脸容俏丽 淡淡地布着几条血痕 张无忌看得明白 这名字正是阴尼 只是脸上浮肿进退 虽有纵横血痕 却不眼其美 依其便是当年蝴蝶骨中 金花婆婆身外 那个清秀绝俗的小姑娘 周纸若退后两步 左掌护胸 右手中常见着剑尖 指向张无忌的胸口 刻道 你再上前一步 我一剑先刺刺了他 因你不敢再动 提道 你 你做的恶事 还不够多吗 周纸若道 你到底是人是鬼 因你道 我自然是人 张无忌突然大叫一声 猪儿 一跃而起 抱住了阴尼 叫道 猪儿 你 你想得我好苦啊 这一下出其不意 阴尼吓得尖叫一声 被张无忌围住的双臂 动弹不得 周纸若栖息息一笑 说道 若非如此 你还是不肯出来的 回身去解开了赵敏的穴道 替他推写过宫 按摩听外 赵敏被他制住了大半日 冷清清地抛在这里 心价好不恼怒 幸好后来听到张无忌吐露心事 这才转怒为奇 只是突然之间 又多了一个阴尼出来 却更平添地无数的心事 郑子旧恨不去 心愁转生 阴尼甄道 你拉拉扯扯地干什么 赵姑娘周姑娘都在这 成什么样子 赵敏道 哼 要是我和周姑娘都不在这 那就成样子了 张无忌吐 我见你 死后还回 欢喜无尽 表妹 你到底 到底是怎样的 殷尼拉着他的手臂 将他脸 转到了月光下 凝视半傻 突然抓住他的左耳 用力一扭 张无忌痛叫 哎呦 你干什么 殷尼道 你这千刀万刮的丑八怪 你 你将我埋 埋在了土中 叫我吃了多少苦头 说着 在他胸口连锤三拳 砰砰有声 张无忌不敢应九阳神功相抗 忍痛受了他这三拳 笑道 朱儿 我的的确确 以为你已经死 已经死了 累得我伤心的 痛哭了好几场呢 你没死 那好极了 咱们就是老天爷有眼了 因你怒道 老天爷有眼 你这丑八怪 便没眼 你这人家是死或是活 也不知道 我才不信呢 你是嫌我的脸 肿着难看 没等我断气 便将我埋在土中 你是没良心的 狠心短命的死鬼 他一连串的骤马 神情与态 一如往昔 张无忌笑嘻嘻着听着 骚头道 你骂的是 骂得很是 当时我真是糊涂了 见到你满脸鲜血 没了呼吸 心无跳了 直到已是无救了呢 因你跳僵起来 伸手又去扭他的右耳 张无忌嘻嘻一笑 闪身避开 坐一道 好猪儿 你饶着我吧 因你道 我才不饶你呢 那日 我不知怎样醒得过来 上下四周冷冰冰的都是石块 你既要活满我 干吗 又在我身上堆了一些树枝石头 为什么不在我身上堆满泥土 我透不过气来 不就真的死了吗 张无忌嘻 哎呦 谢天谢地 幸好我在你身上先堆了些树枝石头 忍不住向周子若携你一眼 因你怒道 这人坏透了 我不许你看他 张无忌道 为什么 因你一道 他是杀死我的凶手 你还理他作甚 赵敏插口道 你既没死 他便不是杀你的凶手 因你一道 我一死过了一次 他就做过了一次凶手 张无忌劝道 好住啊 你脱选归来 我们都关系得紧 你安安静着就坐下来 跟我们说说这番死里逃生的经过吧 因你一道 什么我们不我们的 我来问你 你说我们这两个字 到底是哪几个人才是我们 张无忌笑道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那自然是我和周姑娘 赵姑娘了 因你冷笑道 哼 我没死 你或许还有几分真心喜欢 可是周姑娘和赵姑娘呢 他们也都欢喜吗 周指诺道 因姑娘 那日 我起下载心 伤害于你 事后 不但身子痛悔 连梦魂之中也是不安 否则 今日突然在树林中见到你 也不会下成这个样子了 此刻见你平安无恙 免得我的罪孽 老天在上 我却是欢喜无限了 因你 彻着头 想了片刻 点头道 那也有几分道理 我本想找你算账 即使如此 那就罢了 周指诺双膝跪倒 乌烟倒 我 我当真 太对你不起呀 因你一向来 性子直拗 但眼见周指诺服输 心下正直软了 忙扶起他 说道 周姊姊 过去的事 谁也别放在心上 反正 我也没死 拉着他的手 并肩坐下 因你掠了掠头发 又道 你在我脸上 画了这几件 也不是全无好处 我本来脸上浮肿 中见后 毒血流尽 浮肿到慢慢的消了 周指诺心下欠这一无 不知说什么好 张无忌道 我和义父 紫若 后来在岛上住了很久 主 你从墓中出来后 怎会不见到我们 因你怒道 我是不愿见你 你和周姑娘 这般亲亲我我 听得我好不生气 哼 我此后 只有加倍疼你 爱你 我二人 夫妇一体 我怎么会给你气受 他学着张无忌的口气 说了这几句话后 又学着周指诺的口气道 要是我做错什么 你会打我 骂我 杀我吗 我从小 没爹娘教导 难保不会一时糊涂 他咳嗽一声 又学着男子的嗓子说道 紫若 你是我的爱妻 就算你做错了什么 我是重话 也不会舍得责备你一句的 手指吸尘明月 说道 天上的明月 是咱俩的证人 原来当晚 张无忌与周指诺 定情时所说的言语 都让音笠听在耳中 这时 他一一复述出来 只听着周指诺 满脸通红 张无忌牛你不安 他向赵敏偷瞧一眼 他一张俏脸 披得惨白 于是伸手过去 握住了他的手腕 赵敏手掌一翻 两根长长的遮掌 刺入了他的手臂 张无忌吃痛 却不敢叫出声来 也不敢动 音笠伸手入怀 取出一根木条来 放在张无忌的眼前 说道 你瞧清楚了 这是什么 张无忌一看 这木条上刻着一行字道 爱妻朱尔 因离之墓 张无忌紧立 正是他当日 在因离墓前所树立的 因离恨恨的道 我从墓中爬了出来 见到这个木条 当时便糊涂了 怎么 是哪个狠心短命的小鬼张无忌 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后来偷听到你二人的说话 无忌哥哥长 无忌哥哥短的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张无忌便是曾阿牛 曾阿牛便是张无忌 你这没良心的 骗得我好苦啊 说着举起布条 用力往张无忌的头上 击了下去 啪的一声响 布条断成竖节 飞落四处 赵敏怒道 怎么动不动便打人 因离哈哈一笑 说道 我打了他 怎么样 你心疼了是不是 赵敏脸上一红 道 他是在让你 你别不知好歹 因离笑道 有什么不知好歹 你放心 我才不会跟你争这个丑八怪呢 我一心一意只喜欢一个人 那是狐解谷中 咬上我手背的小张无忌 眼前这个丑八怪啊 你叫他曾阿牛也好 叫张无忌也好 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转过头来 柔声道 阿牛哥哥 你一直待我很好 我好生感激 可是我的心 早就许给了 那个狠心的 凶恶的小张无忌了 你不是他 不 不是他 张无忌好生奇怪 道 我明明是张无忌 怎的 怎的 因离神 你神色温柔地瞧着他 呆呆地看了半场 目光中神情变幻 终于摇摇头 说道 阿牛哥哥 你不懂的 在西域大漠之中 你与我 同生共死 在那海的小岛之上 你对我 人至义尽 你是个好人 不过 我对你说过 我的心 早就给了 那个张无忌了 我要寻他去 我若是寻到了他 你说他还会打我 骂我 咬我吗 说着 也不等张无忌回答 转身缓缓地走了开去 张无忌抖得领会 原来他真正所爱的 乃是他心目中 所想象的张无忌 是他记忆中 在蝴蝶谷所意义上的张无忌 那个打他咬他 倔强凶狠的张无忌 却不是眼前 这个真正的张无忌 不是这个长大了的 待人 人数宽厚的张无忌 他心中三分伤感 三分流念 又有三分的宽慰 望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知道 阴尼这一生 永远会记着 蝴蝶谷中 那个一身很近的张无忌 他是要去找寻他 他自然找不到 但也可以说 他早已寻到了 因为 那个少年早就藏在他的心底 真正的人 真正的事 往往不及心中所想的那么好 周指若探了口气 说道 都是我不好 害得他这么疯疯癫癫的 张无忌却想 他确实有点疯疯癫癫 这是我害的 可是 一只脑筋清楚的人 他未必不是更加快活些 赵美心中所思量的 这是另一回事 阴尼来了又去了 然而周指若呢 阴尼既没有死 谢俊也是好端端的平安无恙 以天剑中所藏的武功 屠龙刀中所藏的兵书 连同那把刀都已交给了张无忌 周指若所犯的过错 确实看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当然 宋经书为了他而害死陌生骨 然而 这是宋经书自己的罪孽 周指若事先确实全部知情 也绝无唆使之意 张无忌曾与他有婚姻这约 他可不是弃性决意之人呢 周指若站起身来 说道 咱们走吧 赵敏道 到哪里去 周指若道 我适才在少林寺时 见彭颖日和尚 匆匆前来寻他 似乎明照中出了什么要紧事 张无忌一灵 心道 我莫要为了儿女之情 误了教中大事 忙道 咱们快去瞧瞧吧 当下三人快步而行 忽多时便到了明教教中的宿营之所 阳霄 范瑶 彭颖日等正令人到处找寻教主 见他回来 聚个欢心 但见周肇二女和他同归 六惊差弃 张无忌见众人神则举丧 隐隐之道不妙 问道 彭大师 你有事 寻我吗 彭颖玉尚未回答 周指若挽着赵敏的手 道 咱们到那边坐坐 赵敏知道避嫌 不愿意语闻 明教教你的秘密 于是与他并肩齐出 杨娇范瑶等更是奇怪 君讲 那日豪州教主成婚之日 这两位姑娘斗得何等厉害 此刻却是亲自姊妹 不知教主是如何调楚的 果然是能者无所不能啊 这门乾坤大挪移功夫 当真令人好生佩服呀 彭颖玉带周赵二人走出 说道 提醒教主 咱们在豪州 打了一个大败仗 韩山同韩兄 殉难了 张无忌叫声 哎哟 骑士痛惜 彭颖玉又道 夜下怀自军务 由朱元璋兄弟指挥 其他常议与春两兄弟得知讯息 以领兵持续应援 韩宁二兄弟便同取了 师在进击 不许等候教主降临 张无忌道 该当如此 郑商议军庭间 鹰野王匆匆进来 说道 提醒教主 盖帮中有人前来报之 陈有亮那次的下落已然查明 张无忌道 在哪里 鹰野王道 这司 竟混到了本教徐授辉兄弟部下 听说徐兄弟对他很是宠信 张无忌陈吟道 既是如此 咱们造不变造极形势 舅舅 把你派人通知徐兄 陈有亮这司阴险狡猾 留在身边大使火灾 千万不可跟他亲近了 鹰野王答应了 又道 不如 一刀杀了 干干净净 就让我去办吧 张无忌正成人间 忽有教众送来徐授会的一封 紧急文书 杨骚咒没道 糟糕 糟糕 竟被他占了千招 张无忌拆开文书一看 原来是徐授辉的一封长笔 说道 陈有亮曾得罪教主 自知罪重 悔悟书生 现在诚心投入本教 决意痛改前非 但求教主给予自新之路 张无忌递着杨骚阴野王等看了 阴野王道 徐兄弟受此人蛊惑 必有后患 梁小看到 陈有亮这司机是阴险 但咱们这时若是将他杀了 不免世人已不广 先是咱们心计旧元 无容忍之量 势必和那天下英勇之心哪 张无忌道 杨左使之言不错 彭大师 你与徐授辉好 请你变中劝道 小心提防于他 切不可让兵马大权 弱入了他的手中 彭颖玉答应了 不让徐授辉并未受劝 对陈有亮极是信任 终于命葬起手 后来陈有亮统帅 宁教西路义军 自称汉王 与宁教东路军 争夺天下 即至脱阳湖大战 方式兵败身死 数十年之间 兵连祸鞋 并宁教英雄豪鞋 遭受重大伤亡 当晚张无忌于杨骁 彭颖玉等纪役 奔派人众 赴各路义军侧应 带着纪役已毙 亦是身应 次臣赵敏说道 昨晚周子自已然离去 说不跟你辞别了 张无忌 枉然伴赏 已和张三丰 分别日久 甚至想念 当下带同赵明 宋新书 与于连州等 骑上武当山去 宋世山与武当山 相距不远 无数日便到山上 张无忌 随同于连州 张松西 因离亭三人 入内拜见张三丰 又见了宋远桥 及余淡言 宋远桥听说儿子在外 铁青着脸 手绝长剑 抢将出来 张无忌等 君爵 劝也不是 不劝也不是 一袭到了大殿 张三丰也随着出来 宋远桥喝道 武逆不孝 畜生在哪里 瞥眼 见宋新书 躺在软肠之上 头上绑碗了白布 连眼睛也折眉了 长剑醒出 剑间指向他的身上 只手一软 竟是刺不下去 煞事之间 想起父子之行 同门之意 不由的百感交集 回过剑来 急往自己的脚步上刺去 张无忌急忙伸手 夺下他手中的长剑 劝道 大师伯 万万不可 此事如何处理 该请太师傅示下 张三丰看到 我武当门下 出此不孝子弟 远桥 那也不是你一人的不信 这等逆子 有不如无啊 右手挥出 啪了一声响 激在了宋青叔的胸口 宋青叔丈夫阵略 历时弃绝 宋远桥跪下哭道 师父 弟子疏于管教 累得七弟命葬畜生之手 弟子如何对着 请你老人家和七弟 张三丰伸手扶他起来 说道 此事 你确有罪迁 本派掌门弟子之位 今日起 由廉州接任 你专心 惊人太习拳法 掌门的俗悟 不必再管了 宋远桥 拜谢奉命 于廉州 推辞不救 但张三丰 兼募许词 只得拜领 众人见张三丰 避宋经书 隔宋远桥 能归人俊 心下无不凌然 张三丰问起英雄大会 及一心抗拳之事 对张无忌温眠有加 赵敏向张三丰 跪下叩头 谢过当日无礼之罪 张三丰哈哈一笑 全不介怀 于代言 终身残辈 张翠山丧命 均与他昔日手下的阿大 阿二等人有关 但其实赵敏尚未出生 终究也怪不到他的头上 张三丰听着他 甘心背叛父兄 而跟随张无忌 说道 好好 难得呀 难得 张无忌在武当山上 与张三丰等聚了数日 协同赵敏 全赴豪州 一路上 原得本教捷报 又听着各地义军风起 孤苏有张世成 开州有方国珍 虽非名教所属 但均是抗援的友军 张无忌心下慎起 于赵敏延其踪行 焉见 河山指日可赴 只盼 自此天下太平 百姓能安居乐业 也不枉了 这几年来出生入死 多里悠患 他不愿多所惊动 一路均位于 明照义军 降领慰宴 只是暗中查看 但天义军 军纪援名 不饶百姓 到处 多送娘 朱元璋元帅 徐达大将军之声 这一日来到 豪州城外 朱元璋得训 令苍和 邓玉 两项率兵 迎后 接入宾馆 苍和禀道 朱元帅 朱元帅 与徐大将军 常将军 正在商议紧急军情 得知 教主到来 不声之喜 只以 君物己身 未可亲鸣 还请教主 恕过不公之罪 张无忌笑道 咱们自己兄弟 管这些 迎奉虚文作圣 自是精情要紧啊 傍晚 宾馆中大张严席 汤和邓玉二将作陪 酒过三旬 朱元璋等 同大将花云 冲冲赶到 在其前 拜扶在地 张无忌急忙扶起 朱元璋亲自甄酒 恭恭敬敬敬的 向张无忌敬了三杯 张无忌一饮而尽 朱元璋 又敬赵明 赵明便也隐了 其间说起各路军情 朱元璋 禀报功成略地的业绩 天下颇有德色 张无忌大家称赞 正说发现 大将闹涌中 大擦步地走进厅来 拜线教主后 在朱元璋耳边低声道 你停住了 朱元璋道 沈逃 呼吸你的大门外 一人大声叫道 冤枉啊 冤枉 张无忌听的呼吟之声 正是韩宁耳 其道 那是韩兄弟吗 什么事 朱元璋道 提醒教主 韩宁耳这丝勾结打死 除谋 理应外合 道犯本教 张无忌听道 韩兄弟 忠诚仁义 也有此事 快带他进来 带我亲自问他 一言未必 突然头晕 煞是天天昏地黑 不知人事 带着行转 只觉手脚上 都已绑上了粗重的绳索 望出来黑屁一团 他这一惊 真是非同小可 幸好感到 一个柔软的身体 靠在兄前 原来赵敏和他附在一起 只是物资未行 一鸣思简 一只朱元璋起了载心 多半 他料想 明教日后城市 张无忌顺理成章 要做皇帝 适宜在酒中下了 激烈的迷药 设计暗海 张无忌 微一韵气 但觉胸部间 一无异状 功利未失 心下暗暗冷笑 这些绳索想要绑住我 却也没这么容易 此刻泯媚未醒 不忙便走 带着天明 在诸孝中之前 揭破他的肩膜 当下静静养神 过了一个多时辰 忽听着有数人 走进隔壁房中 说起话的 听声音 是朱元璋 徐达 常遇春三人 只听着朱元璋道 此人背叹我教 投降元朝 证据确凿 更无可疑 令人痛心之志 两位兄弟 你们看怎么办 不等 徐长二人答话 就道 这人耳目众多 经中到处是他的心腹 咱们 别提他的名字 只听徐达道 朱大哥 朱大哥 成大事者 不拘小杰 斩草土根 莫留后患 朱元仗道 但这小贼 也都如此说 便这么办吧 只是这小贼 平处于本教教众 颇有恩德 两个兄弟 又跟他素来交好 这时 可万万不能 泄露出去 唉 咱们今日要杀他 是这心中难受之急 习长二人 习长二人都道 为了富国大业 朋友自交 也不能雇了 三人说着 便走出房去 张无忌 倒出一股良气 当下运气神功 崩开身上 绑附着绳索 抱着赵明 悄悄的翻下而出 他靠在墙上 不禁百感交集 朱元璋这次忘恩负义 那也罢了 徐长二位大哥 与我何等交情 但为了一己富贵 金姐会判我 他三人生计义军重振 我若去及早杀了 只怕义军 便要瓦解冰箱 我张无忌 原本不图名位 徐大哥 常大哥 你们可把我特意看得小了 陈思诞长 带动赵明 悄然而去 他道德城外 写了一封信 将明教教主之位 让于阳霄 与豪朱所造 却疑似不提 张无忌却哪里知道 徐达于常语春所说的小贼 乃是指韩灵尔而言 张无忌来到豪朱之时 他二人全无知文 一切皆是朱元璋案中安排 要记得张无忌心灰一览 自行免退 朱元璋一来 既旦张无忌神勇 二来 他是本教教主 众所尽福 要说杀他 就是不敢 纵然成事 躺着万一泄露 后果大事堪余 他料张无忌 就以复国大事为重 对徐朝二人 又是 情若兄弟 只要这番话 给他听在耳中 定会悄然而去 果然一切皆如所料 张无忌武功当事无敌 说到即便全谋 与朱元璋可差得太远了 终于堕入这一代 枭雄的 尖谋之中 张无忌虽然从来不想要做什么皇帝 但此后每当想起 徐朝二人的寡恩少议 终身不免郁郁 至于韩宁尔勾结杂子 图谋叛变云云 也皆出于诬陷 原来 韩山童死后 军中奉韩宁尔为主 朱 徐朝等 军成了他的下属 朱元璋 假造了韩宁尔通敌的亲笔书记 又以重力买通韩宁尔的心作 向徐朝 常遇冲告密 徐朝二人 深信不疑 监狱除却 朱元璋 反而假仁假义 一定不允 只是徐朝二人 说直再三 般勉强许可 他将张无忌 与赵敏 囚在灵室 料得以探武功 要崩断身上的绳索 自是举手之劳 声到他 托付后前来寻仇 于徐朝 说了这番话后 立即躲起 张无忌移去 朱元璋 便命要有忠 将韩宁尔沉入河中尽死 这一箭双交之际 竟是不漏破绽 后来 杨骁虽既认明教教主 但朱元璋 羽翼已成 统兵百万之众 杨骁又年老德伯 万万不能与他争夺皇帝之位了 朱元璋登记之后 反下令严峻明将 将教中 曾经大功的兄弟 进家杀戮 长玉春 因病早死 徐达 终于不眠于难 赵敏 见张无忌写完给杨骁的书信 手中毛笔上给放下 神色间颇是不乐 便道 无忌哥哥 你曾答应我做三件事 第一件是替我借屠龙刀 第二件是当日在豪州不得渝州子次成礼 这两件你已经做了 还有第三件事呢 你可不能言而无信 张无忌吃了一惊 道 你 你 你又有什么古灵精怪的事要我做 赵敏怨然一笑 说道 我的眉毛太淡 你给我画一画 这可不违反古灵侠狱之道吗 张无忌提起笔来 笑道 从今而后 我天天给你画眉 忽听的窗外有人咯咯倾笑 说道 无忌哥哥 你可也曾答应我做一件事啊 正是周紫若的声音 张无忌 凝神写信 尽不知他何时来到窗盖 窗子缓缓吹开 周紫若一张俏脸似笑非笑的 陷在了烛光之下 张无忌惊道 嗯 你又要叫我做什么了 周紫若微笑道 这时候 我还想不到 哪一日 你要和赵家妹子拜堂成亲 只怕 我便想到了 张无忌回头 向周紫若瞧了一眼 又回头 向周紫若瞧了一眼 煞事之间 百感交集 也不知 士气士忧 手一颤 一支笔 掉在了桌上